What's up everybody Oh hi 恰恰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的呢 是我選大學 選科系 考學測的心路歷程 我想呢 現在因為很多考生都會思訊我 以及我的小妹呢 她念達人女中 她現在要去考大學 所以我希望這部影片 可以對大家帶來一些幫助 在高中的時候我就漸漸發現 其實我喜歡做的事情 就是服裝設計 就我很想要學這一塊 以這個為目標 我反而還是去上畫畫課啊 什麼之類的 考完以後 弱點就是 可能是師大啊 政大 我這張學測的那個志願都填好 給我爸看以後呢 我爸就把他 因為我都填什麼實踐啊 輔大之類的 然後我爸就把他全部都塗掉 他說全部都要改成我成績可以念的 用父母的錢 聽父母的話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說 堅持到我要離家出走 自己賺錢 所以我最後就是寫了一些 政大哲學啊 師大社會教育啊 這些系 我覺得很多人都是迷惘 我反而是有目標 可是就被摧毀 所以我那時候在選科系的秘訣的時候 我是想說 不要算數學 我也不要念那種 太專精的科系 你要去想像說 你這四年喔 每天都要讀一個東西 你會不會讀到最後想吃屎 結果我就選了師大社會教育系 就是校友可能有無語書之類的 我就覺得 那我以後也可以當個主播 塑化季現在毒害人心 我覺得可以上原因 是因為我參加首語社啊 有什麼聽障奧運啊 既然我念的師大 也不是我想念的 那我不如就隨便玩好了 就是去大學 就什麼都學什麼都念 我回頭看以後發現 學一些像教育學啊 媒體素養啊 青少年發展概論啊 其實都蠻受用的 社會心理學 覺得好像更能了解人的心理 當然我後來出國念了設計以後 看到了又有學到不同的東西 算是斜槓學生嗎 就是學了好多不同的東西 覺得自己 哇 看到這世界很多不一樣的一面呢 進到學校以後 我還發現學校有一個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成 可以雙主修 現在叫師大的表演藝術學系 我就一直都有一種 想要表演的熱忱 就我很想去又又台當大哥哥 毅然決然的申請 然後就開始雙主修人生 裡面你可以學到 劇場燈光 表演課 導演課 現代舞 我在大三大四的時候 有去國中當 表演藝術的代課老師 跟社團的表演藝術老師 我有融合我教育跟表演的專業 我就覺得好開心喔 因為人生還是有別的出路 就好像你是可以當老師 我那時候突然有一種 當老師很棒 因為老師就是很快樂很安逸 然後可以帶給別人 快樂的一個職業 開心之餘也要有知識的培養 表演藝術課真的沒有人在乎 然後大家都會把課給借走 四年之中我還去人類發展學系 就是所謂的家政系 以後會當家政老師的地方 他們有開服裝學 服裝結構 服裝史 色彩學 你念完你也可以成為一個服裝設計師 我想說 哇 師大真的是一個寶庫 師大怎麼有這麼多 不同的資源 就是提供給我 我覺得很開心 師大師大 你是STAR 我對時尚熱愛 就是我就算學了理論 我也是很開心 就像宅男看到什麼工程的code 他們就很興奮 醫生看到就是 腸子啊 血 就很興奮那種感覺 看到珍珠奶茶一般 我學了以後 才確定自己真的很喜歡這個東西 原本可能申請大學的時候 我覺得 我覺得我很確定 但是 也可以試試看別的東西 可是 我 now 此刻我更確定 所以我就去 下課的時候 我還會去補習班 學怎麼縫衣服 學怎麼畫畫 這是我另外一條路 而且其實我覺得 學教育跟表演的時候 我內心是覺得很輕鬆 反而可以 更自信的去做很多事 反而是現在 學服裝或在 服裝產業工作以後 常常會沒有自信 因為我可能太在乎這件事情了 就算你太在乎 你男友 你男友就會大劈腿 一樣 你太在乎你的小孩 你的小孩就會去吸毒喝酒 之類的 所以 欸 可是喝酒 吸毒喝酒是合法的 你小孩可能搶劫吧 對 搶劫是不合法 或殺人也不合法 既然還去了 兩廳院 國家兩廳院實習 然後我還去了 教育廣播電台實習 既然我沒辦法 學我想要學專業 那我就要好好的 用這四年 精進自己 或是 看到不同的世界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 試試看這個方面 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想要什麼的話 你可以試著拓展自己的視野 大家可以試著想 如果你念數學 你念三個小時 等於別人一個小時 可是你念英文一個小時 等於別人三個小時 那你去選文類跟英文有關的科系 是不是對你比較有利 未來最好是做自己比較擅長的事情 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她念台大政治系 然後她跟我一樣 現在就是在時尚圈 就是 也不是說 因為我們也才剛出道 可是說我們兩個 都有不錯的 很好的代表作 所以她就是 那時候念政治系 因為她也不知道要念什麼 我就念政治系 然後她跟我說 政治系的人就是最後出一張嘴皮子 然後也沒有專長 然後政治系的人 最後就會說 世界皆政治 到處都是政治 可是你不用因為念政治而變成 一個議員 因為 雨天唱唱歌就變議員 閃亮三姐妹也唱歌就變議員 所以 你要先當議員才能當議員 很多人其實畢業後 做的事情都跟自己沒有相關 台大政治系的這位小姐姐 她給大家的建議 就是 她覺得你們可以去念 如果不知道要念什麼的話 可以選有專精的 例如說 財經系 會計系 證照可以考的 就表示 世界上是很缺這些人 其實還有一條路 就是我一直建議 我妹可以去念義大利文系 因為台灣就是 輔大有義大利文系 然後 輔大義大利文系 就是全台灣最好的義大利文系 所以你等於是 念了 最頂尖的義大利文系 所以你就會成為 義大利文之王 而且義大利文 因為我之前上班在義大利公司 所以我就會覺得 欸 義大利文就是蠻有用的哦 學校的部分呢 我覺得學校會影響你很多 台大跟師大差非常多 我一開始念師大的時候呢 大家都會跟我說 你不要念師大啊 師大很保守啊 其實也還OK 也沒有到這個城鎮情譜 但我後來認識一大批台大人 以後發現 台大人 很會玩 很會讀書 很專業 他們就是到處辦party啊 W hotel啊 各個地方 而且他們是那種 預備出社會 很會社交 很會講話 應對進退都很OK的人 非常厲害 但是師大人 可是師大人就是 到了大四 還是拱呆拱呆 就每個人就還穿戲服 跟假如同 然後這樣拱呆拱呆 然後去買滷味 很沒見過世面的感覺 看起來比較安逸 就是不同的面向 如果你好好的 參與學校 跟好好的認真念書 不是說你不去學校啊 如果你都不去學校 在外面玩 然後 都不理學校的人的話 那 選什麼科系 跟學校對你來說 沒有任何影響 雖然我選了一個戲 不是我的最愛 可是我會盡力 好好把自己該做的事做好 所以我就好好的去念 然後這四年後我就變得 很在乎非營利組織 很在乎社會教育機構 很在乎博物館 可不可以帶給別人 不同的知識 剛好也是18到22歲 這個時間點 就是人類成長 跟最後定型的關鍵 我覺得念完師大以後 我自己就是孔子的孩子 然後我就是一個師大寶寶 師大師大 你是STAR 我可能是載我吧 載我就是上課睡覺的那個人 最後就是祝福各位的考生跟高三生 你們讀書呢 就是要當作甄嬛去甘露寺修行 好不好 拼死命的讀 沒有別的捷徑 想睡覺的話就用抄筆記讀法 就是你看這個 然後就把它一直抄一直抄 抄筆記讀法 祝福各位看了影片的考生 可以考到自己理想的科系和學校 如果不行的話呢 我跟你講 這都是命運最好的安排 好不好 咦 Follow我的Instagram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喔 掰掰